我們的共治計畫邁入第二年 今年工作比較多的部分 是在繼續尋找自然跟人工材質 更多的並制 大家會看到很多是用廢材去拼貼組合 那我覺得是藝術家 對地球的反思吧 就是因為現在已經物質的東西過剩 那當我們在創作的時候 不要因為我們的戲 對這個地球再多造成負擔 那當然我覺得廢棄的材質 也跟我們這一次的內容是契合 因為我們裡面也會講很多 是我們會比較沉迷於 現在的一些很便利的生活 可能會去忘掉一些跟自然的連結 這次有特別安排演員也要接受一些傳統傀儡系的訓練 雖然說我們這次使用的是西方選色的這個技巧 但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說傳統傀儡系它是怎麼操作的 那我希望說大家要去體驗到那個用手指實際去勾線的那種困難 然後我們在學習說回歸到最基礎的拉線的原理的時候 我們怎麼讓那個藕可以非常穩定的被呈現 一般我們對戲劇的印象都比較是文本先行 然後所有的元素去服務這個文本的故事 那我們的工作方式比較特殊一點 我們是形式跟這個藕它的意象先行 今年非常的幸運就是邀請到陳鴻陽進來我們的團隊做文本構作的部分 所以除了像戲劇類的那種對白的選擇之外 我們是可以有一種比較失憶的語言的方式 這樣子跟藕的意象去做疊合的時候它會比較契合 這次新冠肺炎Frank來不了嘛 所以我們當然就只能借助線上的這個溝通的方式 然後他就可以稍微用一個比較有一點距離的眼光 然後用觀眾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之後就可以再往下說 哪些部分我們想要保留 哪些部分太多太少 再看怎麼來做編輯或是繼續發展的工作 以今年來講我們就是盡量能夠把這些元素做一個初步的整合 希望可以更激烈每一個元素 讓每一個元素都可以很精準的在這齣戲裡面找到它的位置 不論是燈光、戲、偶、影像 然後我們之後還有這個AR的團隊會再加入 所以我們會蠻期待明年這一個再提煉的這個過程